朋友们 新兰下水 千万要注意的几点事情啊 就是这个鲸鱼口啊 嗯 视频里边有 一定要把它捋好 看见没有 一定要把它捋板上 看见没有 留个一两指的距离 能看见啊 留个一两指的距离就可以了啊 然后下在向阳的地方 像这个有水桃的地方 现在我用的是三股的 均一口是两股的 现在这个季节的话 下在这个不需要很深的水啊 刚刚好木口花篮是最好的 你还得看各自的各个各的地区的情况啊 这个地方稍微深一点 咱们放这一个试试啊 到时候咱们期望的时候 开直播 大家都来看啊 看看鲨鱼的效果怎么样啊 喜欢鲨鱼的可以关注老地啊 干就完了 方方的话盖一下 都会盖一下就可以了 ok 看着环境啊 周围的环境 咱们继续啊 继续下 然后前面那个卢尾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好位置 看点水 它地方都很浅了 这不是我的花篮 看这 这是谁的花篮 我去 还有鲫鱼 有黄辣钉 还有两个龙虾 这不是我的篮子啊 尝尝 这不知道是谁放在这的花篮 不管他啊 咱们 这个花篮跳到这里 这里的水质是相当可以啊 看见没有 清澈见底啊 放到这一个 放到这个位置啊 我把这个花篮搞上 放到那啊 我还是特别看好这个位置的啊 朋友们 刚刚好莫过花篮一点 就这样搞上去墙 看看这 多个小环境 干就完了啊 兄弟们 话不多说 直播看效果啊 兄弟们 喜欢打鱼摸下的关注老地儿啊 直播看效果就完了啊 ok 好嘞 朋友们 16个男子啊 看看这边啊 已经到位了啊 16个篮子 咱们就懂收获啊 干就完了 喜欢的给老地点点红心啊 点点关注咱们直播带鱼啊